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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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們今天主要來介紹一下 OLED 顯示器怎麼 驅動,怎麼去顯示它 那為什麼提到這個事情呢 我們快速來回顧一下 我們上一次 上一個影片所介紹的東西 其實我 上一個實驗主要做的是全數位 控制實驗 也就是Level6做的實驗 我們把整個控制回路都已經 控制好了 整個避回路測試都已經完成 也改善了相位餘域 所以我們是把 Level6的實驗 等於是接下去做 要做什麼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我們板子 左邊的規格我們就不看了 這個是在前面實驗都做過了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前面的實驗 那我們的主板呢 就是我們的好奇板啊 我們用到開關啊,LED這些都有用到 然後也把這個Bug 控制好了 但是有一個東西一直沒有去用它 就是這個Display 這上面其實是一個顯示器 也挺有趣的 我們今天的影片主要就是 讓這個顯示器 你有興趣的可以去改寫它 主要是想要提供一個簡單的方理程式 讓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善用這個板子 那我們要做實驗開始呢 我們要先注意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用的這一顆IC 是BSPICC系列 那C系列呢 它有舊跟版 舊版跟新版 那舊版的 這個IC呢 它在i2C的通訊上 有收穫一些問題 那需要換到新版的 就沒有這問題了 但因為這個不確定 自己手上的版本是哪一個版本呢 你就要去接一下你的燒烏器 然後對一下IC的Irata 看的版本是哪一顆 像我手上這板子 我拿著久了 所以是拿到舊版的 所以我就手動的把IC換掉 換成一個新的版本 因為i2C 是跟OLED通訊的介面 所以需要換成新版 第二個呢 我這個板子增加一點小實驗 就是我用了一個 好奇版上的RE2 有一個可變電阻 拿來模擬V-IN 就是輸入電壓 也是顯示在我們的 顯示屏上 但是我這個是模擬的 我不是真的接到V-IN 大家可以稍微 了解一下 好 那在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來做一點點 說明 首先打開我們的 MPLAB XID 我現在用來是5.35版 然後把我們上一個程式打開 因為我這個程式已經加好了 那我建議可以直接打開我這個視頻下面的 這個影片下面的連結 去下載這個範例程式 那我先給大家看我們要做的一個結果 這是我的結果 那我直接把它拍下來 所以這個程式呢可以顯示 就是四行 當然這是一個點舉證 我只是把它切成四行字 然後依序會顯示一個笑臉 然後幾個文字 比如說OPT是輸出狀態 然後會顯示輸入電壓 輸出電壓 還有目前的Duty是多少 那輸出電壓跟Duty呢 是實際計算的 V-IN呢也是計算 但是這個V-IN是透過右邊這個可變電阻 這邊有個RE2 這個RE2做模擬的 這是模擬的 所以你去旋轉RE2呢 這邊會有不同的電壓 那計算的 反算的過程呢 是實際用上面的 Power Click Board上面的電阻 去反算輸入電壓的 但是其實我沒有去 偵測輸入電壓就是了 我偵測是這個可變電阻 只是換算的比例是一樣的 好給大家看一下 我之前先錄起來的一個結果 大家可以看得到 我剛剛這一個錄影 把它暫停一下 OK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個笑臉啊 它一直在動啊 其實我主要是想要知道 這個OLED是有沒有當機啊 或是怎麼樣的 所以我通常會做一個 比如說一個點在那邊點啊 或是像我這個是一個臉在在動 比如像這樣 大概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的程式呢 我們今天的程式呢 可以完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好那我們需要做什麼事情呢 我們把我的範例程式打開啊 其實關鍵只有三個檔案 就是我的範例程式的底下呢 有一個根目錄叫 OLED Display 這個目錄裡面含了三個檔案 一個-H檔 跟兩個-C檔 這三個檔案都需要放入我們的 這個Project裡面 直接打開的話呢 就是長這樣 我已經把它include進來了 要用這個東西之前呢 我們要理解 那我需要增加什麼模組 要的 我們需要增加什麼 我先點開MCC 邊讓它跑邊解釋 我們需要什麼 我們需要一個ADC 因為我要讀可變鏈組 對不對 我要增加I2C 因為我要跟那個 OLED做溝通 所以呢 我們點開MCC 我們需要增加兩個模組 一個是ADC 一個是I2C 那我們現在用的是 I2C的第一組 MCC開好了 把它拉到我喜歡的位置 這個不需要關掉 OK 我們要說要增加一個ADC跟一個I2C 所以這個時候啊 你就是要需要去 去把ADC 比如下面的ADC ADC 我之前已經增加過了 所以你要點一下ADC 然後呢 往下拉 將AN23 我們BIN是接到AN23 所以AN23要打開 這個地方要打開 然後把它勾選 然後呢 ADC要跟什麼有關呢 ADC還有跟這兩個有關 PIN 因為你用了ADC嘛 對不對 所以我再回顧一下 我們ADC進來之後呢 需要把AN23Enable 然後 AN23這邊是選擇的 然後 取一個 我就跟AN22把它取一樣 然後中段呢 也是需要的 我就把它打勾 所以這一行 稍微對一下 對完之後 我們來PIN這邊 取個名字 我個人習慣 就取個 VIN Feedback VIN FB 這樣就可以了 接下來到 Interrupt Module 這裡 這裡特別注意 特別注意 一定要設定 那我們把它往下滾 找到AN23 AN23 就這裡 ADC AN23 把中段 Enable 那 Priority呢 就隨便你設 當然不能是6 因為6太高了 會影響到其他的中段 那我比如說 我就選個3 比Timer優先一點 但比 比那個 電壓控制呢 低一點就3 然後呢 我並不需要改善 所謂的Face Margin 什麼東西 所以呢 一般來說這個情況下 就不要去用Contest 免得錯亂 所以我Contest 是Off的 OK 接著呢 這個設定完之後呢 還要設定一個東西 是 I2C 我這個 我前陣子 我在測試這個 的時候 我的 MCC的設定檔 損毀 所以 我這個新的 我重建了一個 但是 我程式已經好了 但是我這個重建這個地方 是缺少的 所以呢 剛好可以練習一下 比如說 我們I2C 打開 那我們用的是第一組 那第一組有兩個 一個是Foundational 一個是 傳統的 那未來Microchip 會用Foundational 比較多一點 那我們用傳統的這個 因為我發力只能是一開始是用這個寫的 所以我就選了這個 我就選了這個 點兩下 點兩下 讓它上去 上來之後呢 記得要選Master 因為我們是主動的 那個 LED是Slap 所以我們是Master 然後選擇 Enable 然後 Corel我是用100K而已 我沒有很快 然後呢 最重要一件事情 是 I2C的IO 要重新選擇 因為它的 預設這兩隻腳 剛好不是我們要的 我們的PowerClickboard上用的 預設腳 剛好不是兩隻 所以要改成 右邊這個 就Port C上面的這兩隻 我把它點選一下 我就這麼簡單 那這樣設定呢 就已經整個設定完了 因為我們已經把I2C加進去了 我們把ADC AN223也加進去了 那沒問題的時候呢 就按Generate 這個順便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它會去檢查 你的城市 有沒有地方需要注意的 有不一樣的 這個剛好給大家一個範例 比如說它檢查到我們的Interrupt 因為我增加一個AD 我增加這個 然後它的優先權 因為我目前設的是3 比如說我把它改成2 類似這樣 這沒問題 我們看起來沒問題 我們就把它按右邊這個 那如果全部都沒問題 就直接按最上面的大箭頭 它就全部都過去了 但是建議要稍微的看一下 反面的整個城市 它就真的就覆蓋了 就要特別注意一下 像這種設定檔 通常是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直接把它放進去 就是mcc.h 這沒有什麼問題 把它蓋過去 然後pimp management 這個也沒有問題 然後最後這個是system.c 這個平常我們沒有在寫的檔案 它就還好 就直接把它蓋過去 OK 那這樣設定完之後呢 mcc就任務完成 那我們就暫時把它關閉 關閉之後 我們可以回到我們的主程式 首先要去對這個OLED做初始化 所以你要寫的地方只有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我們要在man.c這裡 我們要先include我們所需要的這一塊 這邊有三行把它寫進來的 把這OLED相關的話 我就寫了這個區線給大家看 這個框框 首先要include OLED128x64的這個H檔 這個是你把它當Driver用就好 你有興趣可以去看它 沒有興趣就當作沒有用 我們就直接用我已經建好了 的那個副程式給大家使用就可以了 然後唯一有令到兩個變數 這兩個只是我拿來當 我個人使用的變數 你可以用你自己的 不一定要用我的 因為我拿來顯示輸入電壓 要顯示輸出電壓 所以我需要這兩個變數 那你也可以不要 依個人使用來決定 然後接下來就往下滾 做什麼呢 設定完之後就初始化嘛對吧 所以我們需要對我們的OLED 做初始化 這一段程式就是做初始化 先做一個時間延遲 因為它開機是要時間的 這一定要寫這個Delay時間 然後對OLED做初始化 然後把整個螢幕畫面全部清除 然後先設定第一個畫面 這是我的寫法而已 這隨便 我設定第一個畫面 第一個畫面結束之後 就進入我們的主程式 然後主程式 會先做我們之前實驗做好的 那個Soft Start 有沒有 PausePride會做Soft Start 然後Soft Start完之後 才會開始進入OLED的Update 然後它Update的程式是在 在這個地方 這邊有一個 OLED128x64.C 最後可以拉到最後項上 做之後 這邊有一個Next 事實上我的update是這樣 第一次進來就update VIN是多少 但是我有換算,這邊有一個換算 我把它換算成實際值 那如果你的電阻跟我不一樣,電阻的分量不一樣 我就在這邊,我這邊有寫怎麼計算 那你自己計算,然後填進來 就可以算出實際電壓,因為AD讀到是一個count count要變成一個實際的值,要經過換算 那我都換寫好了,而且是30bit 的計算這個解析度很高 然後進來第二個就是 輸出VR的電壓 然後第三個 進來就012嘛,第三個 進來就是計算,現在Duty是 實際打出去是多少 那如果都不是,他就會去 整把OLED整個做初始的話 可能就是錯亂了嘛 我們就預留,但是目前是不會執行到這裡的 永遠不會,因為我並不會有這個 State Machine 大概是這樣,然後每次進來 那笑臉怎麼做的呢?事實上 我每次進來就把第一行 嘴巴人的位置呢 把它改ASCII Code 第一次進來是一個橫槓 第二次進來是一個V 是一個笑臉 第三次進來是一個O 是一個驚訝 驚嚇到的臉 所以他的嘴巴就是這樣 每次進來依據這三個的順序 一直換一直換一直換 所以這個東西你有興趣就是去 你只需要改 那個Update這裡 這個地方你可以去改就好 其他就不用改 所以主程式就是設定初始化 然後Update OLED 就這樣子而已 那還有什麼地方改? 那是因為我們需要顯示電壓 跟Duty嘛對吧 所以Duty就簡單啦 你看我們的Duty 我們回到剛剛這個地方 你看Duty Duty在Update這個地方 你看 那Duty就是我們這個暫存器 我需要的是什麼 PG4 PWM4的Duty Cycle 這是固定暫存器 然後PG4的什麼 Timer Base Period 就Timer Base 所以有Timer Base 有Duty是多少 那這兩個相處 就是什麼 就是他的Percentage 就是他的Duty Cycle 這個就是這樣算出來 所以這沒什麼 那剩下輸入電壓跟輸出嘛 所以我們就來這邊看一下 我們在ADC啊 的地方啊 我們稍微修小改一下 我們去看 我們的輸出電壓 還記得嗎 我們做3P 3P2G的地方 我們的輸出電壓在這裡 在這地方 這就是我們的計算 從這一行開始看 就這兩行還記得嗎 上一個時間 這個 這是我們的Reference 點入W0 然後W0去計算 得到Duty 這是B回路控制 這是增加兩行 這兩行 就是我先把W0拿來一指用 我把這個 AN22的Buffer 讀到AD值 填到W0 然後再把W0 填到我的ADCout 這是我們存起來 這個ADCout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嘛 我們訂了一個變數 準備給OLD用 比如說我們回來MAN這邊看 MAN的最上面還記得嗎 我們這個地方 我們訂了一個變數 叫ADCVout 所以這個值 只要你填進去 它OLD就會自動拿這個值去轉換 然後顯示在畫面上 這個就是Vout 然後 Vin呢 在這邊看一下 Vin一樣 AN23嘛 對不對 所以AN23一進來 它會讀這個Buffer 對不對 Value Vin Feedback 等於ADCBuffer23 那我再把這個Feedback跟著填到哪裡 填到我們想要的ADC Input Voltage OK 所以這兩個變數是我們在ADC1.C裡面 我也要做的事情 讀到之後 當主程式執行到 Update 那個OLED 只要執行到這個副程式呢 它自動的會去跳到 那個Update OLED的這個副程式 就是OLD Underline Update 進來之後 它就會去自動去抓 比如說Vin 它就會抓這個Vin 對不對 這個變數一樣的嘛 它把這個變數 然後乘上我的換算值 然後再乘上我的Q值 然後就得到一個實際值 然後OLD就把它丟出去了 這樣的一個過程呢 就是我們這個Driver的使用方法 那同時 這個如果你有興趣 然後買的那個板子的話呢 這個副程式 就是我目前手上這個副程式 就是它的一個 等於形成一個 真正的範例程式 有需要的朋友呢 那就自己到我們的 下面的網址 自己去下載 那我這邊就是一個簡單的說明 那如果你對 OLED的那個Driver的驅動 很有興趣的話呢 那你就是要去打開這個 OLED 128x64.7的檔案 仔細去看一下 我是怎麼驅動的 這個是怎麼驅動的 是怎麼clear 它的命令是什麼 這個不是我訂的 這是它那個IC Chipset 所訂立的一個過程 我們這個是必須Follow的 那我只是把它寫成一個簡單的翻譯程式 那有些是我寫的 包括那個 怎麼做 處罰啦 這個我也把它寫出來 這個大家可以拿去做參考 然後怎麼點一個點矩陣 甚至你可以用一張圖 然後去把它丟進來 它可以變成一個點矩陣 也可以 那還有一個地方 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還有一個 OLED 128x64.H檔 這個檔案呢 有一個地方 是我留下來給大家 可以做設定的 你只要把這個地方改成0 OLED就不驅動了 因為有時候是不是 你遇到什麼bug 你只要把這個OLED的功能關掉 那你就把它改成0 把它就關掉了 然後呢 Tuber Say 理論上 不同的晶片 不同的OLED的驅動晶片 它的ID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 SH1106 它的是 那個是40H 然後有些可能是 我還有遇到 比如說C0的 然後Kamen有80的 有00的 都不一樣 當然我發現 可能這個Dialog太神奇了 他們可能為了把這個 Driver弄到很好用 我發現你Tuber Say怎麼改 都可以用 所以我猜他的那個容錯率很高 所以我發現怎麼改都可以用 所以我難怪我也是買了這個OLED 問他說你們Tuber Say是哪一顆 他就想隨便 還真的是隨便 但anyway 我目前的Default值是設0 那0就是會用那個 SH1106這個方式去跑 這個去跑 大概你就可以知道 包含這個OLED的DRACE 這個也是有規定的 但我也都試過了 他那個這幾顆不一樣 但是都可以用 所以當然如果你遇到一個 比較很傳統很正式的IC 然後他比較嚴苛 一定要很準 一定要很正確的話呢 你就從這邊去改你的Tuber Say 那目前我就是幫你寫出了 1106 1301 1303 1306 這幾顆 他的卡面跟 Data Mode 我都幫你寫好了 那你就可以直接拿去使用 OK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囉 謝謝觀賞 那下一個影片我應該會分享 一些Face Margin 的一些 我們之前有把 ADC做Shift 來改善我們的Face Margin 那我這次再分享更細一點 整個時間軸拉開 還有哪些可以修改 我一併把它做一個分享 大概是下一個影片應該會做這個內容 OK謝謝大家謝謝